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我是千美 香港今日新增26908宗確診個案 累計確診中數向著8萬大關直衝 有人問7月1日前會否發展到 累計四百多萬人染疫 即是每兩個港人當中就有一個中招 以一種多難輕幫的方式 好另類的迎接回歸慶典呢? 不要這樣啦 林鄭和她的管治團隊 已經比之前努力了很多 看看有網友發現 林鄭她做到頭都白 話說有網民發現 林鄭上週出席疫情記者會 頭頂略顯稀疏 兼且見到頭皮 並疑似夾閘著白髮 但一日後 巴厄和烏克蘭不復見 網友知林鄭白髮不見了 頭髮明顯烏黑了 濃密了 網友說 又會這麼巧 髮型屋理髮店上週四重開 有人的頭髮前後兩日 就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有網友問甚至說 終於明白為何會開發營屋 似乎有意質疑發營屋理髮店重開 和有人有需要照顧自己 煩惱師有關 說不是有人居家染疫呢? 出門前依然可以蓄染自信 立即別黑了 也得? 得了? 頭髮烏黑不再難都可以 沒有什麼 你說是嗎? 雖然香港當前排山倒海的豬搬問題 譬如 醫療垃圾山湧現 院舍長者接盡效率微如理想 甚至公立醫院屍體無處安放等 如果港產官僚能夠以用家的角度出發 自己都試一試過鐘的滋味 問題又真是沒什麼可能 會繼續被人闊腦爛你 給點時間吧 孩子更小 好像今天林鄭在例行記者會上 說到深圳今天起 將會進行三輪全民強檢 她承認香港的檢測能力 雖然比之前提升 但仍然未達水平 不足以在未來幾天 立即就進行三次全民檢測 這些便有自知之明 香港人口約740萬 深圳人口約1756萬 有評論質疑香港的公務員人數 竟然是深圳的三倍又多 而且人工超高 不過當面對疫情 深圳的執行效率 組織動員能力 一班手忙腳亂 倒捨落下的港官 連尾燈都看不到 整班人在搞什麼 有人就分析 深圳政府上下一心目標一致 香港官僚一盤散沙 各懷鬼胎各自為政 清垃圾又懶 出張死亡症又探望板 做鬼都不靈 只是今天起 港府會在抗疫物資包裹 加入含朴熱色和成分的止痛退消藥 又會陸續向有感染人士的家庭 派發脈搏血氧定量計 另外又會增加熱線服務 大幅增加指定診所數目 就是了 抗疫不是靠嘴 有很多事根本應該一早做 但港官偏不做 又或者懶得做 氣住做 是都要等到市民保力園年長 叫天不應 叫地不民的折磨 去到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而思思言 忠於捨得逐點逐點去做 這樣叫helpful嗎? 有組織指 逆下港人不願求助 喂 有頭髮誰想做勒利呀? 官肯做誰想吃自己呀? 當你應提供支援的港官都質質薄 一美容把口幫緊你幫緊你 香港人不養成靠自己的精神 逐愛意點先 電話熱線是有呀 不過打擊都沒有人聽的 有市民受訪甚至說 全家人合共打了一千次都沒有人聽 哇 天堂有沒有位就不知道 但你聽no reply的熱線 真是令人以為在那裡騎肚啊 現在才會講加強熱線服務 難道有人聽到上帝聲音終於肯去做 還有 早前傳媒報道過 有個劏房女住客驗了疫 在得不到港府任何支援下 為了不想令劏房其他住客驗疫 竟然選擇落雨絲濕天涵地動走去訓街 雖然走到街都是一樣傳 但講到責任深 港產官僚遠遠不及這位劏房戶 因為協助這位劏房女住客的社區組織表示 曾經去信特首辦和衛生署求助 但一直沒有回音 報道說 即使深圳展開一連七日的封閉管理 依然有人離開香港回深圳 形容那邊安全些 香港現在既擴不到疫 百業蕭條失業潮來勢洶洶 也有確診傳遇復工打工仔 收到大信封 致電勞工處求助 熱線又是向神祈禱那隻 一直未能接通 有人認為離開一下避一避 都是可以理解的 難道有得走都不走 有手有腳狠做狠鞋都沒飯開 留在這等沒得擾 等睡街會讀好克里米亞的感子深色嗎 好了 大家對今集節目內容有什麼看法 是like搞錯還是吃發生 投票告訴我們